花蓮市左昌运动公园 无障碍环境营造第一起工程 15号举办了开工祭拜仪式 这项工程将以串联道路改善为主 预期明年完工 而市长魏嘉贤表示 施工所后续将会争取新建全民运动馆 目前也已经申请明年度的花冬基金 预计在两年之内将左昌全区启决 公告起满无人认领的吴祖墓 魏嘉贤15号上午带领志工所团队 协同花联市民代表会主席苏美朱 副主席李政伟及多位代表 在左昌公墓大众庙前 大家手持清香 祈求开工顺利 左昌公墓自从市长魏嘉贤上任后 积极改善环境成为左昌运动公园 施工所除了在107年争取体育署600万前瞻计划 铺设16000平方公尺的多功能运动草皮外 今年又再度争取花冬基金2000万元 办理串联道路改善经费 透过活化左昌的政策 一扫30多年来 民众对左昌的刻板印象 那这一次我们也争取了我们发动基金 那整个一个基础设施的改善 我们看到这边只要下稍微有一点点的雨 就开始积水 那我们希望说把这里的硬体设施 跟道路环境整个扩宽 那该有的设施都完成之后 那接着我们会争取到第二期 那还有第三期的一个全民运动馆 那我们希望整个改善之后 会变成我们发展市最大的一个公园 而且是北区最重要的一个公园 那我们持续不断地在做改善 希望能够一起接一起地 把这里的环境氛围营造起来 未来这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画面来呈现出来 占地9.7公顷的左昌公园 原有近400座的坟墓 现在已经剩余约100座 事工所希望能够在明年起 两年内将左昌公墓全区公告其满 无人认领的吴祖墓 企决安置 而未来运动员区内将会有多样性的运动场域设施 提供民众使用 进而带动花莲市西区的发展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